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集介紹一下一隻強勢橫行突破的股票 266 中遠海法 那今天呢 其實已經是叫做裂口 高開了 高開的一個程度差不多11% 高開了 截至到收盤 收16%一個升幅 升2號2 到1.59 通常出現這麼厲害的裂口的話 一定有一些特大的你好消息 我們看看資訊 其實這間公司來說 在今天開始前 前一天的夜晚 3月30日的夜晚11點 41分已經是出了他的業績報告 純利是去到60.89億 同比增長185% 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數字 另外一個的話 你會看到他 計劃派一個末期息 每股派 2號2 0.226人民幣 那這裏是 港幣 報價計劃的話 以港幣去計價 我們試一下 0.226 轉回 港幣的話 大概是 0.28左右 按照近期的匯率 0.28 除了他目前的股價 就以1.5毛9計 那麼多派成17% 17厘的一個利息 一個慷慨 一個派息非常之高的情況 派17厘的 你看到這樣的數字 成績也是非常之英俊 派息派得那麼厲害 今天就裂口11% 出現裂口的位置 正正在前高的位置 成交量非常之大的一個 出來啦 有時候呢 我們想發掘這些股票 其實有 兩種方式 第一種的話 多點留意一下 一些公司的話 在開市前的話 一些業績報告 有時候真的會在 開市前 前一天的 收市後 經常都會出現 這樣的 業績好消息 另外一個的話 就看看有沒有 出現裂口的情況 你可以設定一個 條件預警 看看有沒有突然間 出現裂口 出現裂口的話 快速瀏覽一下 近期 究竟是什麼消息 而拆起來 突然間 派成17厘式的一個情況 當然是非常之好 成交量也突然多出 另一種捕捉方式 就看看近期底部有沒有出現過 吸囚 而出現吸囚的位置 也是用一下周線圖 或者月線圖 看看 是不是去到 之前一些 密集成交區 回抽上來 股價由下至上 穿上保利加通道底 這些可以提前的一種 捕捉方式 今集關於 橫向突破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